字幕提供 這個紫薯肉露膏主打當然是紫薯 它不僅顏色吸引 還讓其他種類的番薯 含有更多抗氧化的花青素 相信女士吃完這個年糕之後 一定會越吃越漂亮 這個紫薯拿回來是怎樣處理的呢 洗乾淨之後,隔水蒸就好了 千萬不要灼它 首先,糖 我們這次用砂糖也可以 但你說我想更漂亮,用冰糖也可以 冰糖一大塊就像冰一樣 需要作碎才去煮嗎 所以我會用一些比較碎的冰糖 會好一點 然後再加鹽 大概四克 為何這麼早的步驟就要先加鹽呢 確實是,如果你最後才混合 鹽會聚在一邊,不溶 你突然吃了一口會咸 即是不夠均勻 然後再加椰漿 沒錯,先加上去 椰漿用多少呢 這個,你考我 280克 我們就要加少許水 90克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肉露要出場味 對,要的 麻煩你幫我倒下去 好 這個大概是25克 好,一次過就倒進去 對,倒進去 然後現在就煮這個 這個酒和漿 其實你呢,就是攪一下攪一下 你看到那些砂糖溶了 沒有粒粒 那其實已經是OK 你不需要大滾它 火呢 如果我家裡不是用電磁爐 我用明火爐的話 用那個什麼火去煮這個醬 慢火可以了 哦,慢火 譬如現在呢,我看到它沒有滾 你是聞到香味 聞到香味 但是沒有砂糖沒有粒粒 你看到它是滑了的 阿Ki,你說的漿要攪涼它 那現在是不是要攪拌糯米粉 沒錯,沒錯 不過我把全部倒進去 我把全部倒進去 好 嘩 不好意思,太棒了 有沒有彈到你 沒事 不用幫你抹 這裡的桌面 可以的了 你是否需要戴上手套 還是你想怎樣 因為會藏在指甲上 為甚麼? 顏色會很入色嗎 那始終會有點不同 好,我預備了給你 好,你呢 一起來嗎? 好,我單隻就可以了 我也是 撕這個紫薯 記得要先攪冷 對 因為層皮就容易撕到出來 沒錯 而且我發現層皮很薄 薄得透光 即將整個這個漿變成紫性 沒錯,我們不需要特別去切碎它 我們直接用手拿碎它 哦,徒手拿下去 你很殘忍 但又好像很好玩 其實這個很衛生 如果你平時弄的 是否都是這樣戴上手套 是的 因為會放進手指欄裏面 接著我們就拆在一起 這樣就感受一下 如果紫薯是大粒了 你就是這樣捏小它 一直捏小它 是的 但我又不想你弄得太均勻 因為讓它有些層次 如果太均勻 即吃下去可能吃到少少有紫薯的質感 沒錯 而且顏色方面 你會看到一粒粒紫薯是好的 然後怎樣做呢 我們就會搗帽 但你會用一個很特別的帽 因為這個紫色是非一般的紫 好像我小時候吃吹波膠的紫色 我很喜歡這個紫色 現在就做了心 真的要做 你做個心形嗎 是的 可以嗎 可以 特別聰明 對 味道這個情人自然覺得 很有那種甜蜜的情懷 沒錯 一定要掃油 否則會黏住 油就塗完了 就可以落帽 沒錯 先放了心形的帽 你試過幾次才發現 紫薯可以做到這麼好的顏色 其實一直在我的腦裏 不過我沒有實踐 但是做完之後 就發覺真的很搶眼 這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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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情人自然也可以 是的 好 其餘的東西倒進去 我們會隔水蒸 蒸它一個小時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千萬不要蒸生糕 如果要蒸生糕 中間有些未熟的話 你會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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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生糕的意思是 還未熟 你夠時間 很重要 千萬要夠時間 所以好像是45分鐘就可以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比較它一個小時 即是寧願蒸凸 也不要 沒錯 很重要 OK 紫薯肉露膏 終於做好了 阿Kid 顏色真的很漂亮 是的 而且我諸明白 為什麼你說 叫我拿紫薯 不要拿這麼樂力 而且這麼凶狠 拿到溶了 現在是留一點點下去 看到那個 沒錯 有一點泡紋 是的 真的泡紋 層次感強很多 我想問一下 最懶的食法 可以蒸完之後 拿出來攤凍切來吃 你有什麼高質素的食法 提供給我 其實可以把它切粒粒 然後就粒粒蒸 然後就軟糯 有一個很有趣的食法 就是把它舔椰絲 好像可以這樣 有少許糯米糍 味道跟蓮糕有些分別 食法比較有趣 而且樣子不像蓮糕 但是就… 好像日本的和菓子 有些精細的甜點 對 很有趣 而且椰絲深添的香味 放得漂亮 那你兩種食法都會做給我 蒸和煎都會嗎 當然會 好 等我分別一下 有什麼不同 好 現在就是 燒熱過鍋 加多點油 這樣就可以煎這個 紫薯肉露糕了 沒錯 我沒想到這隻糕也可以煎 因為它慢慢煎 煎到軟了就可以了 這個顏色也很特別 通常這糕煎完都是金黃色 這個是兩種顏色 金黃色也會帶紫色 是的 如果煎到軟了 你感覺到它軟身 就可以上碟了 還有煎糕是否有個秘訣 千萬不要心急 因為我以前在家經常煎完糕 發現經常黏底 是 出現了什麼情況 才會經常黏底呢 其實最好就是用這個 剛才的易潔鑊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易潔鑊 你也可以偷雞少少 你可以蘸少許粉 粉是用什麼 普通麵粉 普通麵粉 薄薄地塗一下 薄薄地塗一下 薄薄 這樣就不黏了 很軟餓 很想嘗嘗那個餓的感覺是怎樣 可以吃了嗎 可以吃了 去你的偏軟裡吃吧 好